比亚迪可以说是今年最火的一个汽车品牌 没有之一 于是网友留言就问我们说 现在汉是一个什么样的销售房间 没问题 咱们今天就冒着严寒到赛斯眼来一探究竟 Let's go 你好 欢迎光 你好 我喜欢你 比亚迪 你好 看车吗 对 看车 看车 第一次过来 第一次 过来看哪个车呀 我想看汉 汉是吗 这怎么 这有两排汉 对 是的 白色这款的话是汉衣威纯电工的 灰色这款的汉电门油电混动的 您这边着重看哪一关 哦 这个我还真没什么了解 等于这个DM是插电混动 对 那个是纯电 对 是的 但两个都是上绿牌 对 是的 上绿牌米都是税的 这个现在这个车价格是多少 嗯 转移范的这款的话是23万9800的 一味的话是22万9800的 您现在看到这款混动的话 它有两个价格区间 然后是21万9800和23万9800 这一共有两个价格区间 汉一味的话它一共有四个价格区间 然后最低配的是20万9800 然后到顶配的27万9800 中间有两个22万9800和25万5800 一共这四个价格区间 那它们主要的区别就是配置上不一样吗 像这个 这个如果是EV的话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配置不一样 然后续航里程不一样是吧 嗯 对 是的 您这么理解也可以 比如说它的最低配的话是20万9800 续航是506的 中配的话续航有605 有两个配置 22万9800和25万5800 都是605的 顶配的话是四驱的 然后续航是550公里的 哦 我理解了 顶配且不说的话 就中间两个配置 续航一样 但是配置又高低 对对对 然后下面的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可以说续航有区别 但是它和中配的那个配置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是的 你理解的没毛病 确实这么回事 那这个像如果你推荐的话 像这个如果是DM系列插混 是不是相对来说更实用一些 嗯 如果说您这边如果说有里程焦虑的话 我建议到混动会比较适合您 因为加油就能跑 而且它是有转电电来启动 这它有纯电续航里程的 这个纯电也能跑是吧 嗯对 纯电续航81公里 如果说您在贺费市区正常代步啊 其实也够了对吧 对对对 这正常上下班够了 对是的没问题 那像这个平常我就算不充电也可以是吧 嗯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个人建议的话 还是每周或者每个星期给它充个四八零 是不是说比亚迪的这个DM 就特别特别牛 说它这个跟别的那个不太一样 是这个意思吧 嗯对 因为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家的话 它是有纯电的续航里程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工作模式 比如说我们举例 现在市面的比较常见那种清混 清混它是没有一个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的 再其次它需要交税的 我们这个车里免得不出 哦 而且拖家里拖插牌出来就能用 而且还支持外饭店 有很多很多 这个像这个分快充慢充吗 就是插混的分快充 这个的话只有一个慢充 哦 它像慢充要充多长时间啊 嗯正常的话 81纯电续航的差不多在178度左右 差不多充个8小时要的 家里电视差不多8个小时 哦那其实也行 晚上回家了插上 家人早上开就满了 对是的 那像这个正常情况油耗这个车 大概能 油耗的话是这个车的话 一大亮点 以前DM的话 它既兼顾的性能啊 它油耗也不是很高 正常如果说您开的比较稳一点的话 差不多在两三个油左右 两三个油 对是的 稍微低进一点的话 差不多是在五六个油左右 哦 这么 哦没想到 开车喜欢买 就是也就是说正常 你再怎么开的话 油耗也就五六个 对是的 哦 我看了一下 这车现在卖的还挺好 对 因为销量一万多台 我因为为什么我看它这个 我经常会看排行榜 你看它跟宝马五 跟奔之一 对 长度空间都差不多 而且它卖的还跟它们也差不多 它这个后边的这个写的这个4.7是指 哦 然后你提到关键点了 这个车4.7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0到100破版 哦哦 然后破版的话4.7 所以说我们特意把这数字写在后面 懂了 所以性能很强 那如果要是推荐的话 这个车配置你会推荐哪一个配置呢 我会个人的话会推荐你顶配238 9800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配置各方面会豪华一点 比如全车的一个哪怕真皮 欧洲真木 三招子可调的氛围灯 记忆座椅这些等等 哦 车的颜色咱们现在有有什么颜色更新啊 咱们放的这款叫石关辉 我们目前有黑色红色灰色还有白色 车价格有没有什么优惠啊 这是说实话来看的重点 其实荒卫思考的话 能够这个理解明这种作为消费者 作为客户的这种意愿啊 这个车价的话暂时没有优惠 但是我们厂家目前有一个推送了一个升级包的服务 就价值4999的升级包 或是您购车的吧这个升级包是送给您的 这个升级包里面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一个电动后备箱电动尾门 哦 然后我们的内存的话 中央党内存之前的3加64的 现在给您升级到了8加128G了 哦 或者说我们安息是低息还是 嗯 嗯 我们这两个方案是都有根据客户的手中资金来 比如说客户的话想要免息也没问题 我们有守护一半三年免息 或者是守护一半两年免息 这都可以 很好 你看你就按守护一半三年免息 大概月供 差不多在3000左右 哦 那其实完全可以接受 是的 哦 哦 这车车长有五米吗 嗯 7960 哦 差不多五米 对 它要到五米了 定位的话是个四级车 我理解一下 这种插混以及纯电车 它的保养跟我们普通的燃油车保养 是不是一样的 嗯 正常来说就是一样的 但是成本呢 会比普通的要稍微 纯电版的要比普通稍微低点 混动车和燃油车保养 几乎就一样的 分用也差不多 那像这个保养一次 大概多少钱 大概多少钱 它2.07发动机的话 在国产车比亚迪这边 珍藏一次小保养的话 500到800这个区间 对 费用不是很高 哦 还行 对 那毕竟是2.07的发动机嘛 对 是的 如果1.5G恐怕会 小保养的话 差不多在五六百块钱 哦 根据你选的机油来 对 懂了懂了 那这个现在提车时间 都说 这个比亚迪现在火 这个提车时间大概 你提车周期 比如说您现在下定的话 提车周期差不多在 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期间 哦 那也就大概在 可能过完年应该就差不多了 过完年的话差不多就能提车了 那也行 这样过完年了 上班开个新车 嗯 但最后一个问题啊 您讲 我就担心 担心什么的 别人都说啊 说绿牌是不是不保值 嗯 不是担心 嗯 如果是纯电车 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他的折旧率会更高 嗯 然后插混的话 嗯 就担心这个后期的保值率会怎么样 其实的话 您的问题是好多消费者 小货 好多客户啊 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我换位思考了 我也能够这理解 因为是为什么呢 前几年可能说燃油车的单道 现在的话 近几年新能源市场比较猛 而且比亚迪又是单中一匹黑马 那比亚迪进去新能源市场 就是市场比较早 比较早 对对对 他比较早 所以说他现在卖的新能源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话 也不能说跟燃油车比 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当中 绝对属于最保值的 所以您这担心也不用太太过于那个多虑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理解的 他相较于燃油车可能保值率会低一些 但是他已经是新能源车型中保值率最高的了 对是的 行我明白了 这个咱们有试下车吗 可以啊 好那我来去试一下行吗 没问题没问题 咱们看完了比亚迪汉啊 咱们来总结一下 确实非常的火爆 优惠是肯定没有的 本车时间稍有些长 可能要两个月左右 那如果是EV版本和插电混动版本的话 我肯定会更推荐插电混动版本 因为没有里程焦率 咱们加油就可以开 其实汉这个车啊 在中大型的轿车领域 他自己就自身非常具有竞争力 无论是从价格 从配置 以及从他的DMI这个套混动系统来说 确实很强很棒 如果配置的话就直接选顶配吧 咱们一步到位不好吗 有什么想看的车给我留言 下次就去看你说的那台车了 喜欢就关注我哦